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军队中有司令这个职位 司令作为军营里师级及以上的单位的最高指挥官 拥有着所属单位的作终决定权 想要成为司令一般都是上校以上的军衔 但有时候我们又会听到另外一个称呼 那就是司令员 司令员到底是干嘛的呢?和司令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司令员在军营里是什么角色呢?和司令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为何在国外的军营里没有司令员这样的称呼呢? 实际上这两个称呼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别 只是司令员属于比较正规的称呼 而司令则是口语称呼 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称呼吗? 其实这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并且这件事情还和刘伯成有关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火军内部称呼十分的混乱 为了改掉这种的现象 刘伯成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现象 于是他确定了 军队中司令的后面要加一个原字叫做司令员 再加上刘伯成本人一向痛恨等级森严 和对勤务人员的歧视 所以还将勤务兵改称警卫员 火夫改称为炊事员 如此一来就很好地体现了军队中人人平等的原则 每个人都是军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这也就是司令员这个称呼的历史来源 因此司令员这个称呼 也被用为正规的职务名称 所以总的来说 在军队中只是由于大家的分工不同 才会产生不同的职位 本质和原则上 大家都是为祖国事业做贡献的一员 是平等的 这跟古代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一个道理 因此军队中的每一员都值得我们尊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